因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严峻,内地与香港的陆路运输受到影响,2月19日凌晨四时许,一艘挂有新手镶嵌同兴抗疫的货轮,缓缓驶入香港油麻地珠江一号码头。 据悉,这是由越海广南航珠江船物携手统筹供应,首批通过水路供港的新鲜蔬菜,并于当日上市供应给香港市民,守护千家万户的菜篮子。 首批200箱共计3吨的新鲜蔬菜,由广州攀鱼莲花山码头装箱发往香港。 记者在香港油麻地珠江一号码头现场看到,货船驳岸后,由吊臂车将船上货柜卸下,在搬运直卸货区。 之后,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,特区政府海事处及香港海关等相关人员对货柜进行核对验收,再由工作人员将蔬菜搬上货车,送往市区销售。 粤海广南行副董事长黄爱武在油麻地现场向记者表示,在粤港陆路运输受阻后,粤海广南行便与香港业界筹划水陆运输,内地与香港特区政府在过程中也给予高度重视与支持。 司机染疫的情况出现以后,绿路受阻,我们就已经同业界,我们就筹划这样的事了,所以就向有关的部门进行反馈, 内地与香港的管理部门都高度重视。我们都觉得这次事件,两边的内地与香港的管理部门都高度的支持,所以都很顺畅。 黄爱武表示,未来将持续完善水陆运输的运作细节,逐步增加船运班次和蔬菜冰鲜肉类和鸡蛋供应量,稳定生鲜肉菜供应市场。 黄爱武谈及个人感受时表示,疫情无情,但仍有情,相信有祖国作为香港坚强的后盾,必能债钱。 疫情无情,人有情,我相信香港的疫情都会很快的过去,特别是我们祖国的坚强后盾和墨资上人力,技术方面会吸引大力的支持,所以疫情是不可怕的。